好,第二件事就回答你,為什麼找不到還有沒有方法找到呢? 為什麼找不到呢?因為她已經結婚了 她的整個focus會放在她的老公那裡 或者她準備結婚,她也沒有時間再理一些舊的人和事情 唉,終於來到我們的下集 這裡真的有時間再說,還有再說一次 不只是太陽星座要聽,上星和月亮都聽了發生什麼事 先解釋一下,為什麼我經常說7月5日有什麼呢? 話說原來7月5日就是火星移位 Mars Ingress 去金牛座的時候 所以我所有說這堆惡運 就隨著火星移位金牛座 這堆惡運就不會再存在了 Depends on 你自己本人的chart 可能你自己都還行其他壞運 但是總之理論上,這堆東西隨著7月5日就會消散 但是我又再說一次 有時,升上能量可能是最後會光反照的 你看一下春芬東韓廣西墮機那單 墮機那單,不是墮機那單 不是墮機,墮機那單東西 那就是正正體現了 特別是處女的惡運 甚至可以延長多幾天 你當到7月10日都要小心一點 還有我又再說一次 我在中集,即是上一條片 中集說那些白羊處女衰的事情 對於白羊的影響力 一直接近7月5日 那個影響力就是Descending 你聽到火星去金牛座 其實是一個很差的位置 叫落陷的位置 由那時候開始 其實上升白羊座 只是上升白羊座 7月5日開始上升白羊座 還有上升天蠍座 你們自己都小心 還有太陽天蠍座都要 但是小心就不再是我這次說的 這堆惡運的那些內容 是另外一些東西 我將來有機會再教你們 7月5日開始 是因為火星入金牛座這個落陷的位置 以至上升白羊、上升天蠍 還有太陽天蠍 都要小心另外的一些東西 就不是我這次說的 這些什麼粒粒粒骨 建材化水那些東西 好 還有 我這次這條片裡面 我會有一些尖聲的技法 去教各位人士趨吉被控的 但是當然 那些只是人世間的一些尖聲的技法 但是根據我的宗教信仰 我仍然都會勸大家 有佛法就有辦法 我覺得佛法是沒有變的 是很高的 它比我們人世間一些小小的技術 會更加是高出千倍萬倍 所以我經常推薦大家去念咒、念佛、念經 例如咒的方便 我經常都推薦大家念準題 準確準,提起敬的題 你們可以去YouTube找回 塔尖亂南準題 我出片教過的 還有我經常都在這裡分享 如果念佛的話 若師佛 南無若師流離光如來 如果念經的話 我早在這幾個月裡 我推薦大家去念金剛經 所以如果你做不到我以下講的一些占星技法 或者我待會有些地方幫不了大家的話 你們就去念咒、念經、念佛 或者去找我做一些個人的服務 總之你一直聽就會明白發生什麼事 好 在我中集講的那些問題 一些自身身體的問題 以及一些建材化水 原來對於上星白羊座 可以是有些什麼解救的辦法 有三種的 啊等等 我想給大家一個預告 因為我接下來 我又會講上星白羊 有太陽白羊 有月亮白羊 有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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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在每一個不同的級別之前 我會缺一個小小的調整 大家就知道我是轉 subject 如果我下一次唱 你就會知道我不再講上星白羊 OK 對了 還有為什麼我會想起 這個 我不知道大家在什麼年代出生 你們以前 還沒有手機的時候 有沒有去過飲茶 飲茶會忽然之間 然後就說 不知道什麼什麼陳先生 你去什麼電話那裡聽 然後你就去他的電話那裡聽 然後別人完成那個廣播就會 噔噔噔噔噔 我忽然之間 想起這個兒時的回憶 大家 是不是我的年代 大家有沒有經歷過這段事情 如果有的話 不妨在留言那裡舉手 好了 先講上星白羊 我在中集講的那些 惡運 可以怎樣去避開呢 這裏有三種上星白羊 OK 如果你的上星 在白羊座的0度到9度 那你要怎樣做呢 你找回一些很久很久很久沒有聯絡的 認識的人 朋友 最好 就和他忽然之間去爆一些自己的秘密出來 喂 你不是一開始第一句就爆秘密 你都和他回應 然後就去爆自己一些陰暗面 自己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一些屈結 一些秘密 總之一些你埋藏在內心的東西 OK 你爆給這些很久很久沒有見 沒有聯絡的 舊屎的人 但是當然不會是你平水相逢認識了一次的人 別人都不理你 所以這裏不是說舊屎的朋友 總之一些甚至你很久沒有聯絡的親戚都可以 OK 如果你是上星白羊0度到9度 好了 如果你是上星白羊10度到19度呢 這樣呢 聽著 你要去serve你的servant 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家裡有工人姐姐 或者如果你有開公司 你有請伙計 或者如果你是上司 你有下屬的話 你要去做一些東西去serve回他們 即是 要等妹仔大過主人婆 你要去倒咖啡給他們 你要去幫他倒茶 就是倒茶底水 你要幫他去燙衣 什麼都好 那這個是一個解決辦法來的 OK 跟著最後 如果你的上星在白羊的20度到29度 你要做些什麼呢 你要做一些低調 要靜靜雞的捐獻慈善的行為 OK 最簡單 你隨便去一些信得過的機構 他們可能有時候會有那些交商 那你 扔些錢進去 匿名的 是不是呢 或者你上網 找一些不知道什麼捐款 但是要匿名的募捐 OK 或者甚至我當再誇張一點 你晚上經過不知道哪裡 見到老叔者 你偷偷地在他的帳幕 不一定是帳 可能在他的紙皮那裡 放些錢給他 但是不可以高調 最好不要被人見到 這些就是上星白羊 可以解決惡魂的辦法 根據 看回尖星盤 是不是很有趣呢 我看見都 不是說我看見 但是總之 總之這樣做 還有這些我會覺得真的很有趣 這些辦法 然後現在就說太陽白羊了 日白羊 日月的日 即太陽白羊 不只講那麼多字 日白羊 那麼 你們勉強 OK 勉強 都可以用我剛才講過上星白羊的辦法 即是你看回自己的太陽 是不是在白羊的0度到9度 還是10度到19度 還是20度到29度 你勉強都可以用那三種method 但是我這裡講勉強 因為它不是那麼100%會應用得到的 但是你勉強做 如果你比較擔心的話 你也不太舒服用別人的方法 那你可以找我做personalized services B和C 其實在我出這些片之前 即這兩個中下集的片之前 其實已經有朋友 他忍不住找我做depressional loss的service B和C一起做 就去找一些解決辦法 而你可以看回這裡的一個feedback 非常之有趣 即是我做完我也覺得很好搞笑 但這個總之就是天意 你們慢慢看看螢光幕 究竟我給他的solution是什麼 Solutions 其實有一個我就比較敏感 我遮住了 但另一個就非常之有趣的 各位自己現在看一下screen 我不趕緊緊你們自己讀 好了 但是我就想提醒日白羊的朋友 如果你是3月20號或者21號的話 我勸你還是不要用別人上升八羊勉強的方法 你都真的找我做一個personalized services B和C 因為這兩天出生的日白羊會比較差些 所以別人的勉強方法都未必能夠配合你 OK Well but then again 你也都當然 我非常之鼓勵 你要去念佛念經念咒 OK 好 噔噔噔噔噔噔 現在去到月白羊 月亮白羊 放心吧你們沒事的 除非我當這麼巧 你的月亮在白羊座的零度或者一度 那你就用那個找朋友爆料的方法 OK 當然那個 其實你用這個方法 其實你已經叫做做特了 其實你們真的沒事的 但如果你剛巧月亮在白羊零度一度 我當你有小小事 那你用找朋友爆料的方法 都叫你幫你擋了劫的 OK 所以你不用找我做personalized service 那當然我勸任何人 這個世界上所有人都是 繼續去念經念佛念咒 噔噔噔噔噔 現在講處女座 因爲這個antition的影響之下 什麼是antition 我在以前黑天鵝的特輯是教過的 那你爲什麽去找黑天鵝特輯呢 不妨在這裏看一看螢光畫的右上角 我可以把QCard還給出來 那你們看回之前黑天鵝的影片 就有教過什麼叫antition 影點 影是反映的影 日字邊旁邊做個央點 點就是一點點 好 處女座的朋友 哼哼哼 先講月亮處女 放心啦 月處女真的不關你們的事 你們沒有樂運的 放心啦 拜拜 你們不要忌人休天了 拜拜 噔噔噔噔噔 現在講太陽寸女和上星寸女座 好啦我提多你們最後一次 在我中集講的那陣樂運 即是一些自身身體問題 還有健財化這些東西 越近7月5號你們越容易拿東西 而最長你當去到7月10號 所以那個影響力是會增大的 OK 但現在這裡你們又聽著 太陽寸女和上星寸女一起聽 如果你們的太陽或者上星 是在寸女座 越小的度數 你們就要越害怕 即是如果那個度數越大 即什麼29到28度 你們越不需要害怕 但是越小的度數 即是0度1度這些 越需要的 OK 好啦 我如果拿太陽 作為寸女座為例子 所以我為什麼經常說 8月23號出生 8月23號出生 因為 這個就是 in general 太陽 每一年 步入寸女座的日子 不過我又想說 其實年年都不一樣的 正如冬至 大家知不知道其實年年你是什麼時候吃冬至飯的呢 其實呢 是不外乎那兩天的 一是就22號 一是就23號 OK 每一年的冬至 一是22號 一是23號 那就不會變成24號平安日 或者25號聖誕節 OK 但究竟每一年是22號 或者23號 還是23號 那就要根據太陽去行那個步伐 OK 會不會有些誤差 那所以呢 其實如果太陽在最小的度數 0度或者1度 那 對回人類的生日 其實就會是每年的8月23號 但是 保險些 還有說真的 這裡的星象 都可以有一點點橫跨一兩度的影響 那如果你是8月22號 或者24號 前後加減1度 出生的話呢 你們都要小心 總之這個太陽或者上星 在處女座的 越小度數 0度1度這些 你們越容易拿東西的 好啦 那有沒有方法解救呢 占星技法是有的 但是我要說聲sorry 因為如果我要說這個技法呢 它是有違背那個違 有違我的一些信仰的 所以我不方便公開去講這個方法 那所以給太陽和上星存累的朋友 你們 again 找我做personalized services bc 那 OK 那再說一次 當你們這個度數越小的話 越需要的 所以特別是0度1度 所以特別你是8月22 23、24號那些 小心點 現在說水平座 好啦 那水平座的朋友們 一路去到7月5號 你們會發生些什麼事情呢 聽著 那不是我中集說那些自身 或者建材化水的 那 是你聽著我以下說這些事情 OK 那根據估值的記載 總之這裏的星像 這些patent 對回水平座的朋友 由3月頭 隨著火星移入水平座 一路去到7月5號 即是火星移入金牛座之前呢 水平座的朋友 世界所有水平座的朋友 不單是香港的 OK 那但是什麼叫水平座呢 究竟是月亮上升太陽呢 我稍後會說 但你先聽完 水平座的朋友 根據估值的記載 那 記住他是估值來的 那他就說 你們的馬匹 會被人盗洩 或者你們騎馬的時候 會跌下來 即是跌傷 OK 那如果你們有養家禽的話 你不要笑著 你繼續聽我說 OK 如果你有養家禽 雀鳥的話 那他們會染疫死亡的 而且你們的莊架會失收 知不知道什麼莊架 即是你們那個 即是你會有back harvest 你種東西會失收 農作物失收 OK 還有呢 說 皮膚深的小孩 即皮膚深色的小孩 有dark complexion的小孩 會有眼疾 耳疾 腦疾 OK 眼睛耳袋 和腦部 會有疾病的 OK 那還有 哇 這個字經典 這個字我真的 讀這麼多年英文 我都不知道 未見過 但是我查回原來是一些古英語來的 你們自己查吧 因為 哇 翻譯出來都令人心寒 這個字叫做Perdition Perdition 你們自己上網查 我都不想說出來 因為說出來 真是一些很晦氣的說話 好了 但是呢 對於現代 怎麼去Apply 你們聽清楚 當然 多少人 你會有馬 被人去偷你的馬 你就是 郭富城什麼 馬主嗎 城中富豪馬主嗎 但是 如果你去 如果你去 將它 叫做什麼 不是說移形換形 但是你拿回這個圖片 古代的人 他們馬匹下來做什麼 運貨 交通代步 那你小心點 你的這些代步工具 交通那些會被人偷了 如果你有單車 你有車 你有滑板車 還有如果你會在這些工具 掉下來 那是不是交通意外 OK 然後 如果你的雀鳥 即是你養的家禽 會染疫 那你 即管也可以 generalize 會不會自己的寵物 會生病呢 還有 特別 如果你真的養雀 那養雀這件事 很普遍 那小心 你養的雀鳥 會死亡 OK 好了 裝甲失收 那如果你家裡有種植的話 那些食物可能會死 還有 你又去generalize一下這個concept 裝甲 即是古代的人就是你生財的工具 即是古代的人都是以農為家 以農立國 即是橫跨這麼多cultures 即是這個世界在工業革命之前 你都是重野而已 對不對 那你的這些財產失收 即是你們接下來的財產會有問題 OK 至於呢 他講這個皮膚深色的小孩 眼耳腦疾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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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少少的ambiguous 但無辦法 即是古代就是寫了這樣 那 發生些什麽問題呢 他沒有說 這一個 即是究竟是這個小朋友 本身他是水平人 還是父母是水平人 OK 因為他只是說皮膚深色的小孩會有病 給水平座 但他沒有說 即是他沒有指明 究竟這個是在說給水平座的父母聽 就說 如果你們是水平座的父母 而如果你們的小孩 皮膚是深色的話 他就會容易有眼耳腦疾 還是 給所有的父母 你們小心啦 如果你們的小朋友 皮膚深色兼是水平座 他就會有眼耳腦疾 古直是沒有這樣記住的 但是 你自己要去 夠不夠膽去take risk 還有就是 你 對啦 你會覺得是哪樣呢 OK 好了 還有最後 Perdition 這個很恐怖的字眼 P-E-R-D-I-T-I-O-N OK 好 那現在究竟是 For 月亮上升太陽的水平座朋友 你們 你們 有沒有什麼辦法去比開呢 先說 月亮水平座的朋友 放心吧 我剛剛說的那些 什麼 馬被偷啊 Perdition 那些 就對你們沒有影響的 除非 你的月亮在水平座的13度 24度 或者29度 那你們就小心一點啦 那解決辦法是什麼呢 麻煩繼續聽下去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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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講 上升 在水平座的朋友 你們呢 就有影響的 而特別特別 如果 你的上升 在水平的 13度 24度 29度 就更加更加有影響了 噔噔噔噔噔噔 現在講 太陽 在水平座 太陽在水平座 你們就一定 會遭受到那些影響 就是什麼馬被偷啊 Perdition 那些 那些這樣的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太陽就是落陷在 水平座 而估值就是很強調 就是很強調 特別是強調 如果太陽是落陷在水平座 那我剛剛那些什麼馬被偷啊 Perdition 就會很容易發生在你們身上 特別特別特別是 如果 你們是在2月2號 2月13號 2月18號 出生的話 或者 計算前後一日 什麼叫前後一日呢 就是 減1加1 如果2月2 就是2月1到2月3 2月12到2月14 2月17到2月19 那你們呢 就會特別特別特別 容易遭受到那些馬被偷啊 Perdition 的影響 但是 如果不是落入我講的那些 那些 就是剛剛那些 Time Ranges 的朋友 你們不要笑啊 你們都是會有東西的 會有東西的 大家現在明白嗎 我做一個小小的總結線 現在來到總結 月亮呢 月水平就沒有什麼影響 除非月亮在13到24到29度 OK 上升水平是有影響 而什麼影響會更加強呢 就13到24到29度 OK 到最後 太陽水平是必定有影響 而特別如果你們是在 我剛剛講的那三個 Time Ranges 的日子 那些日子 Ranges 裡面出生 你們會很閉很閉 OK 還有一個 其實還有一個 我從來都沒有說過這個 如果你的火星 如果你的火星 是在水平做的23到24度 OK 是的 都會有影響的 就是那些什麼馬被人偷啊 Prediction 那些這樣的影響 哇 這些影響 壞壞壞壞壞 壞到 所以你們不是今年的貴棍 就是什麼貴棍呢 總之我在以前2022預言 我就說啊 今年金牛最差 是不是 最多便當 跟著就天傑 跟著就水平 但其實你算上這些東西 我覺得 你是比天傑差的 水平的朋友 OK 是的 比天傑有過之而無不及 還有可能跟金牛都是不王多養的 好了 但是呢 你們又不要以為 過了7月5號 就過海是神仙了 就是 因為 其實就算7月5號之後呢 我們看回外圍那個萬行星 天金牛和土水平是繼續很多四分上的 你們再重溫我以前2022預言那個part 1 所以其實今年你們苦過弟弟喔 OK 好 那最後啦 這些水平的朋友們 上升月亮太陽 你們有沒有solutions呢 嗯 嗯 嗯 我可以告訴你 其實呢 因為 因為火星對於你們水平座呢 這裡叫一個公內星 Housed Planet 所以我以前有些片是解釋過什麼叫公內星 所以呢 如果我要給solutions呢 其實我是可以給到三十幾四十個的 OK 其實我 一路正這些片剩那麼久呢 總之市格那麼久呢 其實我都come up with 了六七個 但是 其實我 總共是可以 所以 即 總之 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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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十個 不同的 solutions for不同的水平人 那我真的要做駛是不是 所以 我come up with 完六七個 我已經 我真是 頭寒了 我真是頭寒 那 半處一不做二不休 我又不想對其他人不公平 所以呢 我連這六七個我也不公佈 again 你們去找我做 即 即 即 這些水平很差的朋友們 找我做personalized services b and c 去解救你們 你們好陰 我真的說真的你們好陰 OK 好啦 最后最后最后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念佛念经念咒的威力 好了 讲到学到刚了 拜拜